第38题 汽机车常使用的签序电池 其反应是为签加二氧化签加硫酸 产生硫酸签加水 关于此电池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A 放电时签变成硫酸签 二氧化签变成水 这个是错的 老师上课强调过 签序电池反应的时候 放电时正极反应跟负极反应 都是生成硫酸签 B 充电时二氧化签 签接外电源的负极 签接外电源的正极 这个也是错的 老师上课强调过 签序电池的正极是二氧化签 负极是签 而充电的时候正极要接正极 负极要接负极 所以二氧化签要接外电源的正极 签要接外电源的负极 选项B是错的 选项C 放电时签序电池每槽能够提供2.0伏特的稳定电压 这个是对的 老师上课教过了 签序电池提供的电压是2.0伏特 选项株 汽机车多使用12伏特的签序电池 则需并连六槽才能够提供12伏特电压 这个是错的 我们晓得一个签序电池的电压是2伏特 要变成12伏特要串联 串联的时候才是总电压等于分电压相加 并连的话是总电压跟分电压相同 并连六槽还是只有2.0伏特 所以选项出是错的 第38题问我们说 关于此电池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放电时 签序电池每槽能提供2.0伏特的稳定电压 滴 则